曼承是位於英格蘭的西北部 和倫敦相隔兩個多小時的火車車程 如果自己駕駛就要四小時 曼承人口55萬人 人口密度是每平方公里有4349人 與香港相比 香港每平方公里平均有7000人 旺角區每平方公里有13萬人 曼承和倫敦一樣都是冬長夏短 夏天很舒服和很溫暖 但冬天非常冷 很多風和很多雲 在3至20度的距離中上落 而全年有5個月的時間會比較潮濕 交通方面 對內交通 曼承有Metrolink這個輕軌電車系統 你可以坐鐵路去曼承不同的地方 市中心也有多條免費的巴士線 你可以坐巴士免費去到火車站 商場和一些著名的景點 而對外交通方面 曼承有一個國際機場 有航班去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 也有完善的鐵路網絡 你可以坐火車去英國不同的城市 現在還建一條HS-II高速鐵路 將來由曼承去倫敦只需要一個小時多些 在教育方面 曼承在歐洲高等學府聚集區 有很多英國最頂尖的中學 大學和私立學校都在曼承 其中最著名的是曼承斯特大學 曼承斯特都會大學 和皇家北方音樂學院 每年都是學生欠溫頭要入的學府 至於工作機會方面 曼承是一個很大的城市 吸引了很多國際企業在這裏開分公司 和金融機構在這裏開分行 所以提供了很多文職的職位 例如在這裏你可以找到金融分析 Marketing Logistics 等等這類的工作 而南嶺的工作亦有很多 因為曼承斯特有大型商場 有很多商店和餐廳 亦有全英國最大最正的唐人街 所以提供到不同種類的南嶺工作 例如是侍應 售貨員 收銀員 理貨員 送貨人員 清潔工人等等 之前和大家介紹過 找華人工作的鷹料網 裏面有很多工都在曼承斯特 這裏 之後我們看看曼承斯特的樓價 我們看看曼承斯特裏面 一些兩房的單位 他們的樓價是怎樣 這間是港幣270多萬 這是他們的交通資訊 譬如相距1.1公斤 就會去到 曼承斯特的火車站 這大約是280萬港幣 這間是230多萬港幣 這間也是230多萬港幣 這間是170多萬港幣 這間差不多300萬港幣 相信大家對曼承斯特的樓價 都有初步了解 我們看看曼承斯特的罪案率 它的罪案率來說 是屬於高的程度 在過往三年內 它的犯罪數目增加了很多 這裏有一個高高程度 就是人們用或販賣毒品 下面還有一個高高的 就是對他人財產的破壞或盜竊 這裏如果在日後的時間 我們一個人在曼承這個地方 在街上走的話 安全程度高不高呢 它就說是高的 但如果晚上的時候 你一個人在街上走的話 你的安全程度就低了 所以大家如果挑選曼承斯特 做你的落腳地 可能晚上就不要出街了